佛根被我打退役的 Alex Ich被我打退役的 Red Pistar被我打退役的 那個拿軍Soar的中路也是被我打退役的 我不是啊 我是被鍾培生打到退役的 我再次強調 我認為TPA拿冠軍呢 80%是運氣 20%是實力 TPA就是一個時代的產物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TPA當時啊 是五大地區種子之一 當時的賽制是這個樣子 美國 歐洲 中國 韓國 以及東南亞 稱之為五大賽區 那我們作為其中一大賽區呢 當時的賽制是 五個賽區裡面 抽四個賽區 保送八強種子 我們是其中一隊 所以連小組賽都不用打 那麼也就等於說 不用打小組賽有一個最大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可以長招 很多的這個角色 打法 或說Band Pig的習性 都不用被看到 面對的第一個隊伍呢 是南京 要不要看那個什麼 從零到一百 我放在這邊一個小時水時間 有多少人看不起他們的實力 有多少人嘲笑著他們的夢想 面對如此 面對如芒刺在背的 如芒 這是什麼詩詩成語啊 那我先說啊 這也是我最後一次 講鼓啦 因為十年過去啦 再講 那就丟臉了 對不對 是不是 第一隊 Najin Sword Najin Sword 我們主要強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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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我們有輸啊 30勝2敗啊 我記得有一場輸的是ABC上的 他玩卡薩丁 還是兩場我真的忘記了 我記得我沒輸過 哈哈哈哈哈哈 不得不說啊 那時候隊服是真的醜啊 這個一集團 完全掌握了對方的動向 這個一集團 就相當的牛逼 幫這個打野呢 吃了六鳥浪費了他們的時間 我們領先一探開局 在這裡之前呢 我暫停一下 當時呢banpick這件事情呢 大部分都是我跟mystick在決定的 當時我其實很猶豫 到底要不要ban球女這件事情 我記得印象非常深刻 第一把我呢是把 球女壓到很後面才選 先把一些牛逼的角色 先選起來 我算我忘記我們選了什麼 但是當時呢我就認為球女這角色呢 就是現版本 最牛掰的一個角色 沒有任何一個角色打得贏 那當時呢 在我的理解那就是非ban集選嘛 但是我認為大部分的玩家 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畫面好模糊 沒辦法 哎呦你看 只要中路是贏的線 哎球女被抓了 死定啦被蝎子抓 加上了一隻綁 一個完美的大絕 太強了這個球女 黎博茲也來得很及時 好笑肉 一個二打二 BB 開始狂兔猛兔 閃現 閃現吃了一隻維爾的大絕 相當的醜 死定你被抓了 被暈閃現暈 先制過來 被制閃現 被抓了 中路不喊 不喊人不見 可悲 球女完美的大絕 閃現過強 收頭 你看 我們用正常速度看 哎這個大絕 我在隔牆的位置 隔牆位置 套李博之球 完美的 在他被抓的瞬間開大絕 直接把這波團戰 拿下 當我拿到了優勢 哎我跟你說 在這整個系列賽 世界賽的系列賽 我沒有一把是不贏CS的 沒有一把不壓著 對面中路來幹的 只有一把沒壓住 應該是打M5 九桶那把 Alex Ich 打九桶那把 我沒壓住 又是一個完美大絕 隔開戰場 這把 哎不得不說吧 這把是我在C吧 中野在C 不要說我 中野在C 李博之幫了我很多 但是我把這個 經濟 這個極限化 傷害最大化 過牆之後呢 這是一個013 我就跟你們說 從10年前 就在C啦 開了開了 你看 你看我是相當冷靜的一個人 我不會大吼大叫 因為那是沒有意義的 你看 M6還在亂叫的時候 我就說不要追不要追 巴龍啦 團隊最冷靜的那個人就是我 這就是 M6只會大吼大叫 你看 球女 完美大絕又來了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這個大絕多麼牛逼 哎 我要告訴你們這邊是有細節的哦 這個球女這邊是有細節 你們 如果有人說得出來 我這邊的大絕的細節是什麼 我給你們 100塊 我的這個 這一波細節呢 我當時我覺得自己非常的貪 但是我成功了 在於哪裡呢 我們放慢速度給你們看 0.5 Q W 過了一點點的時間 我才拉大絕 如果我是想要抓人的話 一般球女操作是QRW 但是我是QW在R 為什麼要這樣子做呢 因為 我要貪下一個Q的傷害 拉回來 Pray 跟Iria 直接被我Q了一段 直接打死 論球女啦 即便到了今天 也沒幾個人有我細節 當做小孩在打 世界賽唯一出現的兩次投降 就是我打出來的 你那麼強 TIP怎麼敢分獎金啊 我也不知道 對 Liu Boss這個人呢 他在打訓練賽的時候 我覺得他 操作其實不怎麼樣 但是他打大比賽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就穩的意思 就是很穩 很少出現失誤 而且該做的都有做到 不太會出現失誤 對我來說呢 有這樣的打野就夠了 你不要失誤 等我來 然後呢 我在這個世界賽的版本理解呢 是 領先超越所有人 只有 我好像只有我一個人知道 張杯這個東西呢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張杯是什麼 什麼 雅典娜的聖杯 那時候還會爆爆 沒有心結嘛 怎麼會有心結 贏了都是好兄弟 輸了你就是笨色 四強賽斯 這我就必須要模仿一下了 TPA向全部人證明 不只是東南亞霸主 我們會贏得更漂亮 謝謝 TPA 向全部人證明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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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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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像個娘拋一樣啊 我們要發 我們要發 這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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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煩 的BANPACK也是我決定的 你們知道是什麼 是中二流嗎 就是把雙人線 掉去中路 中路跑去下路 就是所謂的中二流 在整個世界賽裡面呢 只有我 靈活的運用了這一招 因為有些角色呢 在前期對線呢 是被克制的 但是 只要你 這麼一換 其實就會反過來 所以當時呢 我們 已知 Alex Itch呢 他伊弗林相當牛逼 也Moscow 5這個隊伍呢 伊弗林也是當時 最代表作 最強的一個角色 我們 是為了讓他們選出伊弗林 用戰術 去克制伊弗林 當時我的決定是這樣 就是我選一隻 下路可以扛的角色 然後中二流換過來 讓 Alex Itch前期發育不好 然後我可以開刷 但是 他們這個角色真的太強了 伊弗林跟趙星 他們最早開始用 所以我這把呢 基本上 被當拆在虐 球女不能抗衡嗎 沒有我們第一把 是沒有動球女 沒有選 也沒有 沒有進 是因為 我們覺得 我們覺得 如果中二流 可以有辦法克制伊弗林的話 那他們後面的BANPICK 就基本上不好做 因為我這個人做BANPICK是這樣 我會先針對你最強的那個點 去找破解的方法 如果找不到 再說 因為如果一旦你找到 對方已經準備好的BANPICK的話 那他後面呢 會很亂 這把完全是 被打到頭破血流 在打完這一把的時候呢 我們就 不嘗試了 伊弗林直接BAN掉 讓他們一些前期角色都BAN掉 強迫他們跟我們農 然後第一把很快就結束了 比數也相當難看 我們只有兩個頭是不是 然後這個時候呢 這些人在想什麼 你看 這哪來的菜逼啊 太簡單了吧 這也配四強 我爽賺 世界冠軍是我的 你看 你看 我也是有在內疚的嘛 看起來像在滑手機 其實我在沉思 嘖 如果BAN掉伊弗林的話 BANPICK該怎麼做呢 那個時候大概是這樣 被黑暗吞屍後 前進 是唯一的道路 第二把 你看這把我就選球女了 然後呢 當時呢 呃 先說一下 奈德利這個角色是怎麼 怎麼選出來的 其實奈德利這個角色呢 史丹里打SoloQ的時候呢 很常用 那這也是 哈夏GG其中一個成名角 哈夏GG呢 是會拿來打比賽的 所以這個角色 我們在團練的時候 啊從來沒有用過 在團練的時候呢 一把都沒有嘗試過 但是呢 那個時候覺得 幹這個隊伍怎麼這麼牛逼啊 這個隊伍怎麼這麼難打 第一把23比2 怎麼玩 玩不動了 玩不動了 就開始拿那種自信角 單純是自信選角 你說什麼 4億分推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多的 都是大家腦補出來的 我們單純那個時候 就只是自信選角 從來沒有想過這麼多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 MOSCO5 把伊芙琳BAN掉之後 選的角色都是什麼垃圾角 烏迪爾 吉林 這兩個角色呢 吉林是打球女線上 十零開 完全沒得打 烏迪爾這個角色呢 遇到球女也是被風箏爽的 也是完全沒有用 所以在選角的時候呢 我就 滿有信心的這一把 然後MOSCO5會輸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是太自信 其實他們 論實力 不差 論實力是真的不差 Alex Ichi是 整個世界賽裡面 唯一有辦法跟我抗衡的中路 這兩局我們贏的呢 確實是史丹利發揮得好 就是他線上呢 無條件打出了優勢 可以編帶 那我呢 跟中野就是 正常發揮嘛 就是有辦法壓制對方中野 下路也發揮得好 這是後面兩局 確實是史丹利他自己單線打出了優勢 這無話可說 我呢 我不知道有沒有跟你們講過 我是一個從來都不稱讚別人的人 你大膽再怎麼屌 有我屌嗎 我就是這麼自信的一個人 甚至可以說是自大 但是打完M5之後呢 我拍了拍史丹利的肩膀 格爾 真屌啊 真強 發自內心的那種 毫無加水 沒有吹捧成分 這一個主導 恭喜TBA 從M5收上 聽一下 剛剛有mike check喔 喔 BB說要ban奴奴喔 看來 那時候我們覺得奴奴這個角色很牛逼的 你看我一臉自信 還填嘴唇 1比1平手的局面 填一下 喔 口渴了 喝口水 史丹利 囂張了 老子的奈德利 是你能打的嗎 第三局的斑皮呢 長一樣 他們還是選了 上路廢角 打野還是選了那種 要刷得快的 沒有位移的 相當牛皮 你看這把BANPAC 上路約位客 一模一樣 然後我們還是尼德利 他們也沒ban嘛 上一把沒辦法處理 也不ban 這叫什麼 他媽的自信過頭了嘛 我記得這把呢 是我自己ban掉球女的 因為我 關鍵局 我不想要對面是球女 就是因為這樣 菲可有你猛嗎 在這個時間點 菲可肯定是被我當兒子在打 你看這一把呢 我跟Alex H是五五開的 打得有來有往 這把是已經是打得我壓力最大的一局了 這把呢完完全全 就是下路跟上路打出來的優勢而贏 我呢這把在滑水 這把不干我的事 這牛逼 欸我呢 在這個時候靠賽 撿了一條龍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贏了 我們就已經贏了 在搶到了這條龍的瞬間 就已經贏了 不過說真的第三把 BB很吸 BB真的很吸 搞不好BB10年前也在吸 那我沒有證據 有一個我們這把會贏的一個很關鍵的點 就是Alex H呢 他的九筒玩得很爛 非常的爛 他是團隊裡面最肥的那一個 但是他玩得超級爛 大絕空大 白給 等等等等 他玩得非常的爛 我說句坦白話 統神來玩 都比他強 MOSCO5這個隊伍呢 是被TPA打到解散的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他們IPL5也是被我們連下兩局 後面就慢慢走向末路解散了 贏 贏 MOSCO5的時候呢 我的內心 是比贏世界冠軍還要少 因為我是不敢自信的 我從每一把開始的之前 除了打韓國隊 我覺得韓國隊那個中路很菜 從打那把之前 我沒有任何一把 是覺得我會贏的 TPA是被誰打到解散的 我不知道 真的太感動了 我剛才 對不起 被李博茲打到解散的 為什麼呢 我覺得真的非常的感動 為什麼是被李博茲打到解散呢 因為操作跟不上 從S3開始 陸陸續續有很多操作型的角色 開始登場了 什麼李鑫 什麼佳文 佳文要EQ閃 很多細節開始慢慢浮現了 跟以前茂凱蝎 這種腦馬腳 那為什麼是被李博茲 雷博茲跟不上 那就要補人了嗎 是不是 那補進來的人 越來越弱 越來越弱 一個比一個弱 就是因為這樣 不要再哭了長矛 哭得很假 OK 2012年10月4號 也就是 10年前的今天 昨天現在12點過了 當時為什麼美國人 都在幫TPA TPA在叫呢 為什麼讓TPA加油呢 因為韓國人呢 在打TSM 當時TSM 是美國人的神 偷看了大螢幕 所以呢 這隊韓國隊呢 就被美國人 視為仇人 也就是那個 Wong 我記得這個Wong呢 是某個大公司的 總裁的兒子 所以在韓國呢 相當的有份量 當時換不掉他呢 大家都傳說 是不是這個隊伍的老闆 就是他爸 因為當時韓國隊作弊了 所以 整個美國 整個Los Angeles 都在TPA TPA的叫 西貢小丑 CLGEU 我跟你們說啊 佛根是唯一的心魔啊 就是我 佛根 CLGEU呢 其實在我們出國前呢 有一個算是 Summer Camp 就是夏令營 訓練賽 他們有來台灣 團練到 你知道佛根跟我說什麼 跟我說什麼嗎 跟我說什麼嗎 佛根 親口對我說他的原話 Holy shit TWEST Why are you so fucking good 這是他的原話 沒有加半點的水 What do I have to do to beat you I just don't really understand 他不理解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呵 They shocked the world by beating M5 in an epic three game semi final They are the kings of the Garena Premier League Please welcome the Taipei Assassins 我真的沒有加水 佛根這段我是真的沒有加水 我真的是他的心魔好嗎 不信 好 真帥啊 那個時候的我 真帥 真帥 是其他人太高好不好 Standing190 旁邊那個175 我170 所以你看起來很矮 幹旁邊那兩個肥宅 就高美 BB175 mistake173 啊我170 媽的你們真的有毛病 哦這170咩 模仿一下 KDA3.1也拿出來講 It's none other than middle walls 好了沒 highest KDA 分中賺錢最快 耶這是數據最牛逼的 KDA居然達到了13.4 Let's welcome twice twice 你又比他twice 你又比 13.4 最會賺錢 4.0也拿出來講 4.0也拿出來講 丟臉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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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沒有韓國隊的選手介紹 好嗶嗶 下路 一擊被打到突破血流 Q空 招拳吃 完了 這下路 OMG 幹 汪文治療還不繳 真的菜了 汪文 下路一開始就輸了 這一把呢 我覺得算是我的鍋 真的 這把真的是我的鍋 因為我打得太衝了 這把我贏了其實 TWICE 又單殺了對面 完美 普攻點燃 帶走 自信回頭 我沒有任何一把不屌打那個Rapid Star 我覺得阿 差不配打職業 我們一開始超級優的這把 狂亂殺 嘎嘎亂殺這把 真的是嘎嘎亂殺 這波里博士被抓 Oracle掉了 以前有個東西叫Oracle 就是頭上有個眼睛啊 那個可以排眼 那個要400塊 掉了基本上遊戲就結束了 李博之你這不行 從這個時候開始 這鍋是我的 我被阿姆姆隔牆 心機Q到了一下 因為我很想開團 很想要隔人 但是這個阿姆姆剛好Q到了我 然後把我綁住了 這個會戰就輸了 這個會戰就開始被逆轉 然後這件事情還不只發生了一次 因為他們團戰太強了 他們阿姆姆死哥 索娜 這三隻是團戰 牛逼的狠的角色 這個會戰我又被勾到了 我沒有被勾到 但是我被 索娜大盜了 然後我就變廢人 這個 這一把會輸真的是因為我 太不小心了 我本來呢 我這個牆呢 是隔得很漂亮的 但是Cloud Temple這個老劍種呢 整天找我勾 你看 我把所有人都隔在裡面 三個人 都卡在巴龍池裡面 結果我被秒了 然後這把就 被翻了 冰鳥就很怕控制 對面暈又這麼多 很難打 真的很難打 每個人又盯著我打 阿姆姆盯著我打 伊利亞盯著我打 索娜盯著我打 我很難受 然後呢 這把呢 這把結束之後呢 Mistake就跟我說 死哥真的太難處理了 但是我真的覺得不是死哥的問題 是 是阿姆姆跟索娜的問題 但是當時呢 Mistake就很強硬的告訴我 如果不ban死哥 就要拿死哥 那好吧 那我拿死哥吧 那但是呢 在當時的版本 冰鳥是可以壓制死哥的 如果單純打線的話 冰鳥是可以 屌打死哥 但是 但是 我的戰術 又執行了 這一把 又是一把中二流 你們看到這個時間呢 已經是我們換過線了 你看我的CS14比6 我們第一波上線的時候呢 是雙人線在中路 然後我們吃完第一波之後 馬上把線換回來下路 導致他們有時間差 中路跟下路都吃不到兵 然後這個輔助呢 還跑白給位 沒ban啊 這把是我們選的啊 你看我這把 14分鐘 162刀 冰鳥 117刀 正常來說呢 死哥是會輸CS的 但是一個 完美的死哥玩家 在14分鐘 就配合團隊 打出了S 大絕完美輸出 傳送上路 精準到位 解死完美屌打 19分鐘 解死 230 真的是沒誰了 這把不得不說啊 我 我又在C了 呵呵呵呵 這把只能說 戰術執行得非常好 31分鐘 冰鳥 275 我 362 這樣的死哥 誰扛得住 而且這個是世界賽的決賽 How to Lose Never lose 不是今天跟你打 打什麼訓練賽 打打什麼 積分排位耶 世界賽 那是球球的野都給你吃了 錯 錯 那是我幫他吃了 就會中路吃比較快 那這個 這個理解也是不是我想出來的 蛤 你看世界賽有哪個隊伍 是像我這樣打的 這叫完美補足 注意看這個男人 39分鐘 500刀的 死哥 到底會造成一個什麼樣的輸出呢 死哥 在39分鐘從來沒有死過 終於進場 送頭啦 死哥終於死了 Q一下 兩下 三下 大絕 喔 砰 砰 砰 只有我想死的時候 才死的 然後後續呢 我記得就開始把他死哥ban掉了 因為經過了兩把的這個博弈之後呢 發現 有死哥等於贏 那是不是摸死贏了 錯 他從第二局就決定一定要ban掉 那我不同意嘛 我說也可以選 給他拿冰鳥 我有辦法打 你懂嗎 不是這個邏輯是這樣 mistake呢 是看到這個死哥呢 發揮太牛逼了 覺得他輸出很強 但是呢 我的見解是 其實他們是控制強 導致冰鳥呢 沒有辦法給出任何的 很好的輸出 所以我認為問題不出在死哥身上 那第二把呢 我用死哥 使用戰術的狀況下 把冰鳥完全打廢了 那是戰術 並不是死哥 那當然死哥也是一個不錯的角色 這一把呢 可以說是 球女的代表座 就是球女呢 在這一把 強到 連關戰都出現的bug Tois要不要在台灣參選 你是很適合胡爛 我就沒有在胡爛 注意看 這個男人太狠了 左邊那個球女 注意看了各位 bug要出現了 Q 大絕 W 普攻 A A 自信回頭 燒掉了Oracle 你們 我再次跟你們講點 你們注意看這個 滲頭上有一顆眼睛 這個呢 叫做先知 藥水 吃了400塊 吃完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地圖上的眼 那我呢 在沒有發生會戰的狀況下 他們還本來想要抓萌多的狀況下 注意看 極限的距離 Q到了他 大絕拉回來 W 普攻點燃 帶走 血賺700 欸 我老實跟你們說啊 其實英雄聯盟有很多的改動呢 是因為我而改的 只是我從來沒有拿出來吹捧而已 比如說 塔呢 塔 一開始的塔呢 除了下路以外 其他路呢 是變5分鐘之後才打得動這個點呢 也是因為我而改的 因為中二流這個東西 因為我而改的 球女削弱 也是因為我而削弱的 因為當時的世界賽中二流啊 是完全沒有人可以破解的 只要執行成功 對面中路直接坐牢 雖然最後我也坐牢了 但是 有一說一 也沒加水的狀況下 確實 塔呢 是因為我而改的 張揹這個道具呢 也是因為我而改的 我沒有再跟你們胡销 真的 張揹這個道具後來改費甚至刪除呢 是因為我而改掉的 這個就完全沒有再加水 有意就說一 世界賽 世界賽大賽 打到別人投降 也是我打出來的 沒有我真的沒有加水 這些改動是真的因為我而改的 你們為什麼都覺得我加水 你們覺得我是不是嬉皮笑臉在講這些話 就覺得我在加水 我沒有在加水 千真萬確 登上電競最高峰 讓全世界都仰望台灣 只差最後一步 又在吃我豆腐 真是的 贏的時候就說我是台灣人 輸的時候就說我是香港人 你們這些人真不要臉 這把呢 在選角 開始之後 就選角結束之後呢 呃 在我的內心呢 就是這把 各位 等贏 因為我選到了球女 她選了拉克斯 你們都不要失誤 等我來 等我來 這把真的是這樣 加上這個開局呢 基本上 阿珠布Force 全員坐牢 注意看喔 8分鐘 球女CS81 拉克斯CS58 你說我沒有把 Rapid Star當兒子在打嗎 你看我們上路 因為換線的關係還是怎麼樣的 70比37 我說 Stanity別慌 你穩著 你不要死就好 這把真的是這樣 對內的溝通 真的是這樣 你不要死就好 這把我可以 因為 Rapid Star 就是猜 注意看 注意看 球女又要秀了 展現QW 秒殺 真牛 真牛 不是 我就問你們 Season2的時候 誰跟我打 那別的不說什麼團隊 對隊友什麼都不說 光是在線上 我壓制了所有的中路 我把多少的中路打到退役 佛根被我打退役的 Alex Ich被我打退役的 Rapid Star被我打退役的 那個 拿軍碩的中路也是被我打退役的 這些人全部都是被我打退役的 弱鋒也是被我打退役的 還有一個啊 ABC也是被我打退役的 我 我不是啊 我是被中培生打到退役的 閃線 代勝上球 捲兩個 關鍵機會被捲到 不是 我就問你們 選到球女的局怎麼輸 我世界賽球女好像一把都沒輸過 NEVER LOOSE 真的就是 球女就是熊班長 NEVER LOOSE BB這把啊 撿了很多頭 操作打得很皮 為什麼可以這麼皮呢 因為有球女可以幫忙上蹲 你看 我只是QW一下 就Rapid Star 他直接嚇到閃線都噴出來 為什麼對面不PAN球女 頭鐵 真的是頭鐵 沒有人理解這個角色當時 當時真的沒有人理解 也沒有人選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真的超級強的 球女被削握超多次都是因為我 輔功被削握 QW傷害被削握 大絕CD被加 E的雙防被剪 E的盾被剪 W的緩速被剪 都是因為這個男人 穩健的打電話主導說 第一 12 FAYLIVE倒下 TB 世界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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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站起來了 恭喜TB 打太棒了 這三場賽事 TB 一樣是跟這次敗的時候 TB T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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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小啊 垃圾上座 一喜怒好不好意思 我是不是吵到大家了 PACE WELCOME THEM TO THE STAGE T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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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T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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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你都在笑 就只有中路哭了 我们就回忆到这里就好 其他不好的事情呢 我们把它忘掉 谁太差也被换掉 这件事情我们把它忘掉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